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真的是好冷喔 是不是差點又爬不起來 因為這強烈大陸冷氣團 它是再度發威 而且北台灣更可能下探只有10度左右 其實是相關的花蓮的鯉魚潭 你可以看到一大掃 這天空雲層可以說是相當厚重 那整體來說是一片灰蒙蒙 感覺隨時會飄雨 那今天全台都很容易會出現 這局部短暫雨 整地來說可以說是相當的濕冷 我們知道目前的即時室外溫度 一大掃目前以東半部台北宜蘭 大概是13 14度 那花蓮台東是17 18 至於西半部的新竹台中是13到16 那南部區大概台南高雄 大概是落在16度上下 一大掃可以感受到一些明顯的寒意 那今天清晨北台灣低溫 大概只有12到14度 就算白天高溫也只有14到16度 其他地區大概是落在15到18 那至於在中南部這邊 同樣也是明顯的降溫 高溫也只剩下20到24度 因此大家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多穿幾點 那未來幾天溫度變化如何呢 我們看到這張圖卡 可以發現在受到強烈大陸人氣團 持續的影響 這全台是冷搜搜 而且會一路冷到這個禮拜六左右 好那其中在周五及周六的時候 這邊會是最冷的時間點 可以看到在北部的地方 大概低溫只剩下10度到11度左右 而中部也只有13度 南部更只剩下15度 那甚至在局部空曠地區或是近山區的地方呢 會在低個1到2度左右 而且其中在北台灣這邊 局部區域更可能跌破10度 最低會落在8度左右 可以看到直到禮拜天白天之後呢 這個溫度它才會逐漸的回暖 北部才會回到大概17度左右 但是還是比較偏涼一些些喔 至於中南部大概是來到22到24度 大家可以來提前留意 再看到是降溫的情形 我們看到地道降水報圖可以發現 因為是受到這個華南雲影區 它冬雨的影響 因此你可以發現 在今天全台 這個從早到晚 這全台各地 一路到入夜都會出現局部短暫雨 可以說是相當的濕冷 因此的雨距呢 一定要記得隨身攜帶 好那接下來幾天 這樣有情形如何呢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卡 好就以今天來說 剛剛提到 因為華南雲影區冬雨的影響 因此可以看到 目前它是通過我們台灣的上空 所以可以發現 在今天會是水氣最多的一天 好到了明天週五的時候呢 水氣會稍微減少一點點 大概只有其中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雨 以及這大台北 還有西半部 還是會有一點點零星短暫雨 好那至於在週末 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呢 其實在迎風面這邊 在北部還有東半部 也一樣會出現局部短暫雨 一直到大概下週一左右的時候呢 又會有封面通過 東北季風它又再度增強 因此雨區可以發現 它又變得更廣一些些了 不然說中部以北 還有東半部的降雨呢 會是比較明顯的 好自由氣氧小丁寧 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這強烈大陸冷氣團 它是再度發溫 全台可以說是又再度降溫 大北部也下灘大概只有10度左右 整天來說可以說是又濕又冷的狀態 而且這次影響時間比較長哦 會一路冷到禮拜六左右 而且最冷北部可能只剩下8度 所以提醒大家這外套 大家一定要記得 穿好務必做好保暖工作